Lead for Dead 204例 原班製作團隊終於要推出新作品啦 原來直接在 Steam 上面推出 L4D2 限時免費 不是沒有原因的 現在一推出新作品馬上記憶遊戲 則是超有感覺的 不過在這一次的新作品 Evolve 20 進化當中 玩家不是要再殺殭屍 而是改殺大怪獸 而且還是玩家要自己操控的怪獸 是不是聽起來很有趣呢 趕快來看看最新情報吧 講到殭屍遊戲 不得不提及2008年 由Turtle Rock Studios推出的殭屍無雙大作 Lead for Dead 20 勢力囉 自從三年前推出最後 The Secreface 戰役之後 就一直沒有新作品的消息 現在Turtle Rock Studios和2K Games 將聯手打破沉默 宣布推出全新多人設計遊戲 Evolve 20 進化 不改度會恐懼的遊戲風格 這次要讓四名獵人組成小隊 來對抗一頭由玩家控制的怪獸 玩家將採取第一人稱觀點 而控制怪獸時 則將採取第三人稱的視角 雙方的拉鋸 將會是前所未有的遊戲體驗 本作預計在今年秋季上市 並確定會推出 XBOX ONE PS4以及PC版 後續的報導也請繼續鎖定 我們電玩宅速配囉